您可以隨便做一做談談,都可以啊。 下面還有活動嗎? 今天沒有什麼活動。 我們也沒有活動。 我最大的活動就是去看媽媽。 在哪裡? 在新北市。 我都不曉得。 新北市就是板橋,就是以前的板橋,現在叫新北市。 安養願,做了多久了? 從她那個中風是去年的5月12日。 你還有兄弟姐妹嗎? 我還有。 但是我覺得我想要承擔一點。 是。 因為我最有空,然後我的身體就最好。 我媽媽可以這樣抱起來。 其實我覺得我的身體最好。 而且我還有看護的執照。 這個厲害了。 專業的。 我有去醫院修過去。 我有執照。 拿這個執照可以去幫人家做看護。 但是,我當時去上看護的時候, 她說你已經超過年齡了。 我說不好意思,我不是要拿這個去做執照。 我只是職業的。 我只是想要多一點的。 多一點的嘗試。 到時候我媽媽如果有需要的話, 我可以知道。 我可以知道她們做的好不好。 但是安養願費用高不高? 還好。 照顧得太好嗎? 我媽媽已經第四家了。 換了嗎? 我已經換了第四家了。 我覺得是最好的。 為什麼說最好呢? 我先把那個燈關掉。 燈關掉。 但是多少人有一個房間? 現在是四個人。 她是政府辦的民間嗎? 民間的。 我原來是第一家去的是一個人間的。 那我覺得一個人一間不是那麼好。 因為我媽媽很寂寞。 一個人在那個藝人房。 那除了她,就是她。 那個康復按照時間來跟你用。 換了股王來幫你弄什麼。 所以我覺得不是那麼好。 藝人房又貴。 然後後來我們就換了。 後來又換了四人房。 為什麼要換四人房? 因為內間沒有一人房的。 然後我們就到了四人房的。 那後來我覺得不是那麼適合我。 跟我媽媽。 為什麼說不適合我? 因為我希望多做一點。 我希望再養護說。 多花一點時間。 但是他們有規定。 什麼時候不能來。 什麼時候又。 你該走了。 你就要走。 那對我來說,我想多配給我媽媽。 我又換了一家。 我又換了一家。 而且他們那個搬身啊。 不是搬的。 因為我媽媽不會中。 她中風了,不會中。 所以她又。 她不能下床? 她坐輪椅。 抱上抱下。 對,抱上抱下。 就知道她去賽場都可以。 蛤? 你還可以知道出去。 那是因為她坐在輪椅上。 對。 隨便你退入了。 對。 那我的意思是說,那第二家她翻身啊。 沒有做得那麼確實。 所以她有入窗。 對。 那入窗其實不是那麼嚴重啦。 跟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啦。 但是對我來說,媽媽有入窗。 時好時壞。 對我來說是很心疼的。 我不希望她在一個會長入窗的餘老爺。 一下你多注意一下她就好了。 你不注意的時候她又來了。 那對我來說, 造成我跟餘父說的事情。 抹茶。 抹茶。 因為我太囉嗦了。 誒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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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不是超過兩個鐘頭了嗎? 誒? 怎麼樣? 是不是怎麼樣? 你懂我意思。 對她們來說你管太多了。 對。 所以後來我就換了一家。 那換了一家了以後, 第三家呢, 說啊, 她洗澡的時候不能來。 她睡覺的時候不能來。 她睡覺的時候不能來。 我那兩個鐘頭到哪裡去。 那原來在這邊, 在我家附近的時候。 兩個鐘頭不能來很好, 我去吃飯。 然後我去游個園, 去圖書館看能不能出。 因為離家生活技能很好, 所以很方便。 那可是, 去到新北市那個地方, 是有點像工業區。 她附近沒有什麼地方, 沒有文教的東西。 對我來說不一樣。 那換了第四家。 第四家。 她睡覺的時候我也可以進去。 哈哈哈哈。 所以她在那兒睡覺, 我在一起。 這大多一大圈, 到三四季。 她有四個人一間。 有六個人一間。 那其他人, Two men and plus other women 和女性? 是有男性房尊性房的。 可是因為, 因為分配合的關係 我們是男女混合的 但是因為另外兩位男性 他們都是不會起身的 所以他們都躺著 他們也不會起來 所以他躺著也看不到我媽 所以他們也不會講話 另外雖然我們是男女混合法 但是因為他們不會起身 但是他們沒有這個東西 都躺著 那他們沒有洗澡、廁所嗎? 廁所啊? 洗澡就是推進男生洗 洗完女生洗 因為別人跳過嗎? 對 像一個老人 我覺得老人是一個社會問題 不是哪一家有一個媽媽和爸爸 整個社會有一個老人 所以應該要多多有信任 就是他們說 研究研究才有一個好辦法 造成這個老人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那個養護所 他們是以一種管理的心態 他們把當作一個老人的生命 他把他當作一個管理的心態 他怎麼樣方便 他就來管理這些老人 管理這些家族 他沒有想到 對他來說 是一個一個的 他的 怎麼說 他一直有人權的特性 對 對他來說 他怎麼樣方便照顧他 他就要求你這樣來做 他沒想到 對我們 像 我跟妳講 有一次我去到那兒 9點30分才可以進去 結果我到了那邊 按門鈴 他就說 欸時間還沒到 我說 欸請問妳的表幾分 他說9點24分 欸 我說我的表9點27分 他怎麼回答 他說 還是 還沒有到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對我們來說 我們 這麼遠來 差一點點時間 他不是以 對 他是這樣 所以我有壞 你不要太離譜的時間 你來看 當然我們也自己有個標準 也不能 也不能 我去保持 老人會心想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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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大的一個身 一個死 都操在 上昌手上 我們是莫過那些活 只有老人本身 還有一種自慧 很傷老人 很傷老人 我現在一個人總想做事 總想一個人總是想 忽悟嘛 照顧別人 照顧別人 但是現在 又不能走 又不能看 老人心裏面 不是個舒服 不是個舒服 您剛剛講的 我發現 我們有些自然醫學 然後我的那裏面有一些自然醫學的部分 就是 我們 這個 身體 就是 我們其實可以自我鼓掌 對 因為在 在那個 在那個什麼地方 在荷蘭 好 我們台灣 我的 我的報導裡面有寫 在 荷蘭 他們是 就是 他們 他們 在我們台灣很多的這個老人福利 都是在 補助 補助這個 輪椅 補助氣墊床 補助這個屋內 那健保 什麼東西 這部分 可是 在荷蘭 他們是 推動 老人的運動 他們 有 有這個社區的運動 這個 這個 體育管 他讓老人 他 他當然是先做過一些檢查 你可以 實惠某種 你可以的話 他 他就讓這些 還沒有問題的 人 這個 年長的人 在地上爬 在地上翻 這是我看到的影片裡面 叫做 國月老化 就是讓老人 在六十幾歲的時候 他就要能爬 能翻 然後走平衡槓 然後跳彈簧床 然後跳木馬 到最後他上了 雙槓 雙槓 上了單環 我當時我看到這個影音的時候 我非常的震撼 對 非常的震撼 我 還沒有老 我還沒有這麼老 我看到他們可以做這個 那我覺得我這三四十歲 我都做不到 做單環 因為我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 我們的體育課 是拉著那個單槓 然後這個 拉著單槓下面墊一個椅子 然後你這樣吊著 推掉看你可以撐幾秒 那時候只要撐五秒 就及格了 就過關了 很多人 你自己一拿掉 就掉下來了 他的肌肉 我們在大學的時候 最年輕 最 那是二十五歲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這些女生 連這個 一點點的力氣 都激勵了 可是他們老人家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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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 做雙環 雙環 雙環 對那個地方 這樣 我覺得這不是 這是怎樣 這表示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整個 沒有注意到我們身體 對 對 東西放有別 那 我覺得是 怪面的問題 那 不是很容易 對 所以 所以 我就去參加 我跟我自己說 跟我媽媽 翻名之後 我要去荷蘭 我要去參加這個 program 我要參加這個 我希望我自己 能 是一個 一個成功的 活躍的 老人 那我們正好 有上那個 社區大學的課 有一堂課 叫做 成功老化 樂靈元氣 樂靈元氣的課 那個老師 是台灣 那個高雄文學 畢業的 後來去美國 學那個老人學 然後上課 我們班上有一個 八十七歲的老人 但是他說 他 在八十幾歲的時候 還可以滑雪 還可以溜冰 八十幾歲的時候 他拿照片給我們看 那我看了 非常的震撼 那八十幾歲 他還可以 不斷的暈的暈 對 東方人這方面是 弱相 是 那我們有一個同學 八十幾歲 當場就在地上做 無敵挺身 而且不是用手 是用這樣 八十幾歲的老人家 智慧亮 所以我就想 不是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是你有沒有決心 你願不願意做 而且還要很老到開始做 就不行 可能那個年紀 五六十歲的時候 開始就要做些運動 才可以到八十歲才可以 突然之間不行 我覺得這是你自己做決定 你 因為我看過 我也看過 因為我的報導裡面 也有一個是健康資訊 我有一個分類 是健康資訊 他有講很多 他說 任何人 只要你開始運動 不行 都可以 他是這樣說的 裡面應該有連接限制 對 很無敵 是 是 打開 我們